很多人聽了好羨慕喔 只是說地方施打政策 其實現在被中央很打臉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說 莫德納目前給開放給1到3類 而孕婦是屬於第6類 目前只能打AZ 但沒想到後來又改口說了 孕婦只要和醫生討論過 AZ和莫德納都能挑著打 高雄市21號開打第三波 接著再加碼宣布 記者會請來婦產科專家背書 最快23號起 1到5類孕婦開始施打 而且搶先打莫德納 就是1到5類的孕婦 1到5類的孕婦 都可以選擇 莫德納疫苗的一個治療 打AZ疫苗全台各地狀況擺出 甚至傳出猝死案 讓不少人希望可以打莫德納 現在高雄市府讓孕婦優先打 民眾超羨慕 莫德納還比較OK 那你會不會覺得也滿羨慕說 孕婦可以先打到莫德納這樣 滿羨慕的這樣子 我覺得畢竟就還是比較安全 但真的不用羨慕太早 因為高雄市府對孕婦的超前部署 狠狠遭中央打臉 孕婦的部分是在第6類 那目前也只有開放到AZ的部分 中央地方明顯不同調 但政策又突然大轉彎 孕婦雖然列為第6類施打對象 但從22號開始 和醫生討論過後 可以挑打AZ或莫德納 說法一天改口兩三次 讓孕婦聽了不煞煞 既然黎青黃世雲高雄報導